《禅宗》 我去一些都是一般的禅道常作 禅宗 然后有这个参画图和看画图的说法 讲一讲差别 参画图跟看画图 其实都是在画图上面用心的 参与 看就是方便 所以跟其不同所的 或者说新手时 你当下那叫看 那叫做观 观看其实就是一 但是或许刚开始接触时 在观中你不能够太过明白 什么叫观中的作用 所以你似乎好像是看 但看的目的就让你明白 所以看当下就有餐的意思 餐或许是叫你在看时 你要更能深入 或许用到餐字 看就知道你念念不余叫做看字 于看于餐 念念都能清洗时 那叫观字 所以观字现前怎么做 观字现前可能是最初的 念念的看着 所以看不只是看 你是要看着 看着的 然后餐是在怎么样餐 餐就是你在明白观心时 你念念要深入就是餐 念念深入就是餐 其实和我们平常 就是随你怎么样弄什么文字 做现前你的行为的提息跟导意 用看 用看 用餐 其实就是让你达成直观 什么叫直观 心熟固执 对吧 慢慢心熟以后 智慧开始的时候就是观 什么叫智慧 就是你熟悉以后 所有的一切应用都现前 念念已经是根本不会怀疑了 不但不会怀疑 也念念心中就不会偏移 那就是开始观事 所以观有两个项 一个是你慢慢体会到 那根本本来面目的大观 那叫宏观 但是你要达到本来面目的大观时 你现在就要用观心慢慢熟悉 从观入观 但是从观入观前面 或许为你说看 或许为你说看 或许为你说餐 都是接引 但是都在话头上 那话头啊 丛林的话头 不外乎就是 让你打破现在的执着 在你任何一些感受前前时 你要明明白白回头去呵护 会去呼唤你那个根本灵明的绝招 就是这样 所以比较通常的就是 我常讲那个能观者谁 能觉者谁 能知者谁 那个能知者谁 不是让你去找到一个谁 是让你打破现在 你对过去 对一些感受过去的妄想 那个执受之中的沉闷 就打破它 在决心上面 明明是感觉 感觉自己不知道感觉的 那本觉都不知道感觉 那感觉现前处谁知道感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将来你在一切感觉时 你就不会像一般凡夫一样 还忘执着过去习惯的 以为是感觉上 说感觉的那种业力 你就在感觉上面 体会的感觉 说感觉业力时 你就会回光 去体会一个 那心里面明白一些感觉的 那从来你没有 去体会过的那个决心 那个黎明 就从那里开始熟悉的 就慢慢回头 所以刚刚在跟法师聊天的时候 也讲到那个观音菩萨原通章 出于闻中入流往索 那也是看 那也是参 入流往索 光讲这两句 将你真正平常就是用心参时 就在声音中闻时 刚开始你要闻那个声音 你都会搞不清楚 到底是尘 还倒是根 到底一尘还是一根 你都会搞不清楚 但是你搞不清楚时 你是不是天天都看在那里 因为你要熟悉 都看在那里 你在开始 你不只是看 你一定心中 一直在不断地在里面融会 是不是在 久而久之慢慢新手的时候 慢慢新手 什么叫新手 就是念念之间 你念得跟它接触 心里面变成了一种 善喜气了 惯喜时 你自然就能分得清楚 它不再是尘 也不再是根 当然你听到声音 就知道是根 在根中 也不是有个根壳 也不像过去一样 真的以为 有一个东西 可以拉回来叫根 当下闻到是尘 你就知道是根 纸层你知道是根 根你根本不必立 它在哪里 那都是闻性 但闻的当前 你何必还在分什么 生尘 当下就是生 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 你在参熟之时 于根于尘 过去的种种众生 不熟悉时 那种心里面的脚乱 自然沉急 自然沉急 慢慢你就会习惯 反正我讲的就是 新手就是 久而久之 你在这边参食 全部在于根于尘上面 你还是向外追逐 那个生尘嘛 不是 全体你听到声音时 就是什么 就是你闻性线前处 闻性线前处 当下就知道有生尘 但你还是像过去一样 还有一个势力 向外去流浪 去捕捉生尘嘛 根本不必 根本不必 因为听到声音时 就知道是 根本就是现在的文根 虽然还不能讲文根了 但最初你在文性上参食 你已经体会到 入流往所 你为什么知道入流 因为你一直参食 就是敢担当现在 过去你所习惯的 诗音流出去过 流出去那个势力 那个就是一切流 诗音现前就是流 但是过去你在流中 你就是流浪 那凡夫外道 他是想要避开这种流 避开这种势力 想要再参一个亲近 那绝无是处 因为你知道 他都是一心的原民 因为你在看着他 看着目的 你就是知道 在参那个决体 因为看着 参那个决体 看着他 你就是念念之间 要体会那个决体 所以在体会决体时 你虽然现在看得 好像是向外奔腾的 那种过去流浪的流性 但你事实上 你在流性之中就是明白决体时 当你真正知道 那个流性明白决体时 过去是生成 现在流性整个回头时 其实你就突然感觉到 就在这个流中 你根本就不会忘分 是根是成 根本不会忘分 那已经是 那种还不叫做照不见根成 但你已经知道 它就浑然一体 那个心性中 那个过程里面 你心生的熟悉 它就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为你拉回来 一步一步为你拉回来 这才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入流往索 那入流往索时 那才是你在一切文中 最清明处 它就再也不是过去 只是随流的那种 湿泥那种液感 但不随流处 它反而更明白 那个流性 要入流往索 它就不会再忘跺于索 所以经文到此 都没有跟你写一个能索 它只是跟你讲入流往索 它也不跟你讲 什么叫能 所以这种心体上的功夫 若是你不是用心的人 那我今天在这边 怎么跟你讲 你可能都体会不了 不但你体会不了 现在有很多人 现在所谓的 世界上的大师 我们刚刚聊天 我也聊到 名字就不讲了 我是听他在电视上 跟红法中讲 入流往索 就是听着听着 譬如看电视 听着听着 就没有声音了 听不到了 那光讲这种 这种就表示 他根本没有在心里面掺过 他没有刚下 甚至不要说掺了 连看都没有看得过 所以这种声音就是过去 你真正不用心学识 你有时候你很难体会 什么叫入流往索 入流往索 你不能说叫打成一片 但是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不是过去妄想众生的 只是随着诗音流出的 那种妄想实力 那是全然已经都是回光 当下再所再难 其实你已经知道就是意了 那路流往索 那是要你真正去体会的 所以那个参处 没有离开堪 那个参处 那个官处没有离开堪 也没有离开堪 对吧 你用到那个官时 真的用到那个心时 当下就是堪 堪中就是堪 堪中就是堪 但是他目的是在你体会什么 就是体会到一体的圆明 照进根本的绝米 那个叫做禅 所以中国祖师讲的禅 它是根本包含一切各宗的精髓 它就不是过去 我们在譬如说南传佛法 其他的佛教之中 这我想分别什么净土 什么禅宗 不是这样分的 所以你明白那个禅字之时 你了解那个心中的根本圆明时 一句佛号你都知道为什么念 而且念处你就知道它根本不二 那也是禅 禅心念佛号 那叫做真正念佛人 我之前也讲过 你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处 无量寿 无量光使 你也能够知道 在无量光中 你一定超越一切儿 所以真正禁读法门 他应该也能入中中禅 因为禅境界 所以佛法之中在决心上面 假如你站在决心的根本道理上讲 你念佛能入禅境界 你念修禅能入一切净土境界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心 根本就是一心 一心中的法门 或许方便跟你说佛名 或许方便跟你单刀直入 就告诉你决体的不二 让你认如是决心的根本 但是决定的根本 现前处就一定没有离开过 诸佛的鸿鸣 那诸佛的鸿鸣 它一定是不断在明中 让你去体会 那就是根本一切大觉心体 诸佛的本来 诸佛的根本亲民 就是如此 所以那种 你能体会到中国佛教的 把决心讲的圆满处 让你在最初下手 是行者发心时 你就是在这个圆满心境上 念念做你的方向的 念念做官的 这是中国佛教讲的禅 这个是禅 所以那个禅宗 是入一切法的根本 那个禅宗 是开大智慧的泉源 真是开大智慧的泉源 赞订阅